第四十六转ized 各位,又是我卡罗斯 今天回到学校,为学生,预备做一个表演 因為在教組時間,我們老師和學生都參加了 由廣州教育局所舉辦的一個教學案例 和創客作品的一個掙扎活動 有幸我們兩位老師的作品都入圍 還有三組學生他們的創客作品 包括自動的鋼片琴、樹琴和鼓掙 都能夠問頂一等獎 隔了時間,他們就要在網上和專家進行答辯 究竟結果,他們能否拿到一等獎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他們的答辯究竟是怎樣 本次作品是為了創作一種能夠實現有電腦控制的港片琴 而且能夠研究三十二個音樂 現在我們會播放一小圈音樂來示範一下 這個文化的動作 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播的這首歌 就是大黃蜂 這首歌是一個比較提出的一首歌 一般的音樂家能演奏的速度是140次 但是我們開發的音樂器能體驗到比普通音樂家更加快的速度 還可以演示一下 演示就到這裡 之後就是我們的製作理念 我們的製作理念是由 將現代技術與古老音樂的製作技術結合 而我們在材料方面選擇了3D打印、木頭、塑料、鋁型材料來作為材料 設計特點包括整體設計、可編織的控制板、32個音符的音域還有電腦控制 總結我們的電腦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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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音乐的学生来进行教学 好,谢谢 我们的演奏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竖琴呢 名字叫一个石头冰军竖琴 是因为竖琴它原本是无法弹奏 这个声调变调的音乐 因为它的声调变调是非常困难 它一定要波动这个位置才能进行变调 所以呢,我们是使用了两个竖琴 我们的技术细节呢 就是在这个Cakework上面 编辑一个密集档案 然后我们会将这个档案传输到这个Adreno Adreno会进行解码 然后它就会驱动动机来弹奏 而我相信呢 您刚才在听完我们的音乐之后 您也会有一种那个空灵的感觉 会有一种释放压力的感觉 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它能帮助一些人呢 来释放压力 比如一些老人比较抑郁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弹奏这种比较 比较继续 好的 挺穿的挺穿的 那你跟你们刚才两个同学 一个是钢片型 一个是电脑 那么这两组 然后你们就是同一个学校 那你们的这个作品跟他们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说 只是放压器吗 有没有什么跟他们的算法 或者是什么技术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 那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程序 都有它不一样的 比如鼓针呢 它能弹奏一些 这个 那些比较古典的音乐 那我们的这个十二平均绿术琴呢 它就会比弹奏一些比较偏西方的 那在程序上面呢 这个 我们 我们 比较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 它 它是一个 它可以分 这个 它 它这个地方 它是K0和K1 它会分 它会分辨 它现在做G 它是波动在左还是右 它不会去 做 它弹力因此 它不会做一个往复的运动 而且像这个 EOS 这个70 它就是 它就是 如果 它这个密碟档量的原本 它就是一个数字串码 然后在这个 Adreno 它 联系到这个串码之后呢 它就会 它就会 这个 Note 27 就代表27号动机 它就会波动这个 这个胶片 然后呢 它就会弹这个 AE 的这个音 谢谢 在 在进行我们的讲解 那我们先播放的音乐呢 是 叫做 清花石 因为这是一个很中国风的音乐 所以我认为它在古增上表演 都会非常好 那我们的设计里面呢 是把传统文化以现代科技 结合创造一种新的演艺演奏方式 但是古增的研究力 非常的高 研究者呢 需要一定的音乐技巧 和非常长的练习时间 所以我们利用现代科技 将古增研究更好 呃 我们的设计事务呢 是利用 Argino版 和 佗基等硬件设备 和一些片层知识 将古增与电脑连接起来 我们在古增的情研上 安装了3D打印的唐波装置 当中使用了佗基 和夹着脖子的腰臂 来唐波情研 我们总共做了21个这样子的装置 当电脑群序发出代表 迷你的信号 然后送到Argino版 Argino版 将信号解读分别 控制每一个佗基的唐波装置 看到我们的学生 做这几样的作品 做得这么好 现在呢 还有机会问鼎一等掌 我自己呢 亦产生了一个念头 就是 将他们的作品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MIDI的自动化原声乐队 朋友们一起合奏 可以一起合奏 比如说 听不听周杰伦 是你们 听周杰伦 周杰伦 所以是 没到词 有 什么词 要不 rapt 七八 gider 多少 小指 Jet 千菲 七。 五病 给你 你 排歌就是… 知不知道誰是… 初音未來 嘩 反應這麼大 反應這麼大 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你都不認識 你真好大 真正的比高 看著… 充得很快 好棒喔!好棒喔! 在他們答片之後,結果已經出了 其實他們三個組別都獲得一頓獎 所以這個星期日,我們一行人會好好當當地上廣東的南沙去進行這個分享 而我亦都用這個理念作為一個教學個案,交了這個徵集活動 所以卡洛斯亦都在這個星期日跟我學生一起分享這個自動化樂團的理念 至於到時分享的過程又怎樣呢? 遲些我會做影片報告的了 我相信我這個自動化樂隊或者樂團的理念 可以在所有中小學都找到的 所以如果有老師對這件事有興趣,不妨來聯絡卡洛斯 讓我手把手地教你怎樣推行這個習慣,好嗎?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吧! 拜拜!